下午茶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坤達 Ella 我覺得她 像一個媽媽一樣 不是 就是像一個前輩一樣 就是顧慮到很多的事情 不只是對於學員們 那其實像我們的導師們 她也都很照顧我們 今天第一句話 早安 沒有 是柯的毛 眼睛 眼神 就是看她有沒有 閃避我 我覺得這蠻重要 就是你看一個人 她會不會緊張 或者是說她眼神有沒有飄 都可以感受到 她現在此時此刻的狀態 跟想法 我會想到 原子小金剛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看原子小金剛 真的假的 原子小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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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有年代感嗎 從初到現在 就是已經經歷了真的 很多事情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每個星球 都可以去駕馭 應該說就是 各種不同的環境也好 或者是 事情也好 你說也拍過戲 然後各種角色 然後主持 然後各種狀況 我覺得各種星球 應該都 都可以勝任 所以這是一個 可惡 沒有啦 沒有我覺得 我可以去嘗試 這種 氛圍的這種 角色 其實一開始蠻緊張的 因為之前看很多選秀節目 然後導師的工作 真的就是比較 要說出些什麼 那一開始就會覺得 我只是曾經 就是有 有待過男團 那我也不是歌唱老師 也不是舞蹈出身的舞蹈老師 我能幫助到他們些什麼 那後來就是 蘭根跟我聊 他就說 我覺得你可以 提供更多不同 你在團體裡面的經驗 因為這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需要 了解的一塊 那我覺得 開始之後 我也是從這一部分 方向一直去 跟他們分享我的經驗 我覺得這一塊 能夠分享給別人 然後甚至於 可以幫助到一些人 我覺得很不錯 很棒 因為真的要遇到一個 願意分享 幫助你的前輩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說其實 現在我能夠擔任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 盡我的所能 在準備第二次賽制的時候 要跟他們一起合作賽表演 老實說那時候我的壓力蠻大的 因為一來 也很久沒有上台表演 再來 這首歌 又是 我們20年前的成名曲 所以那個壓力也有點是 想要做一些不同的突破 改變 但是又害怕做不好 我覺得那個壓力變得 跟學員不太一樣 還有一個就是 也想要幫助他們 拿到好成績 所以那時候壓力真的蠻大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跟老婆聊天的時候 他就會 開導我這樣 就是 叫我不要緊張 他說 你之前也開過 木曜也開過演唱會了 所以說也不是說 距離舞台 這麼遙遠的事情 主要是叫我放輕鬆 因為我可能是自己 給自己的壓力 太大了 我覺得要想清楚再做 現在很多的明星 就是 一下子 之前是一陣子 最早是一輩子 所以說 就是 想清楚再做 台灣已經好一陣子 沒有這麼優秀熱血的男團出現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 期待接下來 原子少年任何時段的播出 一定要鎖定喔 4月17日起 我會帶著一群原子少年 在青春無敵的宇宙裡 爆發光和熱 每週日晚間8點 TPBS 420到原子少年